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要讲的是人口密度的检讨下一章 人口密度我们通常的算法就是 人口的总数据除以总面积 就看每平方公里有几个人 你看这个一样大的面积 这里四个人 这里八个人 人口密度就不一样了 下一章 在今年3月16号座谈会 回应事项里面有提到说 广池开发以后增加的人口 在这里看大家记住这个数字 等下我们用到 一万三千两百三十三人 这是预估增加的人口 一万三千两百三十三人 下一章 你看我们把广池园区除以它的面积 就算出广池园区的人口密度是 二十万三千多人 在这里二十万三千多人 以上这里可以看到台北市信义区等等 然后我们也把倍数算出来了 这倍数就是说台北市的人口密度 跟广池园区来比 广池园区是台北市的二十倍 那广池园区呢 那广池园区呢 是信义区的十倍 那广池园区呢 是大人里的六倍 那将来会变三倍啦 因为大人里去掉一半土地嘛 好 那我们看这代表什么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说 信义区目前的人口是二十二万九千多人 那因为广池园区的人口密度是 信义区的十倍 所以我们把信义区的人口乘以十 就变成两百二十九万六千多人 这已经接近什么了 接近台北市的人口 台北市的人口是两百七十万六千多人 那信义区的人口乘以十倍 就接近台北市的人口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如果信义区的每一个地方 都像广池园区这样的人口密度去发展的话 那么信义区的人口 就会达到接近台北市的人口 大概有台北市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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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口密度是不是高 下一张 是不是高 不好意思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是两分钟还是三分钟 两分钟 我们现在都是两分钟 那我把这个标题念完就好 我很快 所以环境影响很大 那这些问题请市政府评估 因为我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建议 你请下一张 就是说福德拼载到这个林洞社府设施 不是有一个空桥吗 请请那个罗科长你看这个就是空桥了 这个有一个空桥有没有 下一张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上次有李宁建议要空桥 那市政府回应就说不要做空桥 不要做空桥 免得延伸安全管理的问题 这是3月16号说不要做空桥 下一张 可是呢 在7月9号的时候 空桥就画出来了 就说要做空桥 有没有 有没有 这里就说 因透过空桥来联络这两个地方 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很奇怪很矛盾 那我的意见我的想法是请下一张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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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空桥 它就是有一些不好的 就在这里我写了 我不念了 下一张 下一张 那什么人会去走空桥呢 就是说你从这里到那边 刚才我们看土 你要不就坐电梯就好了吗 那为什么要设空桥 因此我觉得不需要设 好谢谢 谢谢 下一位孙锦号孙先生 第五号 柯秋